感谢主席,我们请主委 廖委员好 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永续能源政策 关于国科会所研究未来台湾的整个能源政策到底要怎么走 能源政策最近一直备受关注 当然主要是核电到底要怎么使用 除了不单单是电价的问题 除了二元化碳,节能减碳的议题之外 我看了你们的报告里面 做了很多的替代能源,或者是新兴能源 其实我们在多年前,还是刘兆玄院长的时候 就推出了十大新兴产业 十大新兴产业绿能是其中一个备受关注 应该是六大新兴产业 六大新兴产业 是具有未来所谓造元产业的项目之一 那么你作为一个科技的龙头 你自己看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初步的成效 我们的LED产业发展的还不错的 我们的太阳光电这边的那个光板的制造 大概也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但是这两个部分 LED的产业 还有太阳光电最近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价钱拉低 所以它会受到一些冲击 但是我觉得LED还有一个是 你是讲锋利吗 有一两个 我要去看一下 这两个方向是还不错 发展的还不错的 其实次长在这边 他应该比我熟 我在提他回答 也奴隶了好几个 你们的一个方向 包括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太阳能以外 这个氢能系统 升值能源 风力发电 车能技术 核能工程 还有包括我们的所谓的地热 这个地质能源这些 那我就一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好了 氢能系统 你们从研究的这个方向来看 你们是比较鼓励 他吗 还是因为我没看到你们的后面的说明 或是报告里面提到了氢能系统 好像它只是一个数值 不是主要的这个项目 我可不可以请执行长来说 这个专业我真的不 这个氢能电池 在全球的定位是要用在汽车上面 希望能够取代石油 它是一个电池的装置 现在的技术瓶颈是在除氢 因为你一辆汽车就要跑400公里 这个除氢桶 它没有办法跑到400公里 所以因为除氢的密度还不够高 所以现在全球都卡在这里 那氢能电池本身的效率 是已经达到美国人员部的一个水准 所以氢能电池本身是可以 但是现在整个系统 除氢这方面是很困难 现在卡在这里 据我们所知现在产轻的这个企业也不少啊 是产轻是可以 中钢 中油 都有一轻嘛 是产轻以后要除起来 然后要带着跑嘛 要跑400公里 那这个桶子要太大 现在目前太大跑不动 如果是电池的话你们对于这个氢能电池这个部分的推动或者是原发 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了 现在的就是氢能电池这个电池的技术已经达到美国人员部的一个要求的标准是可以达到的 就能源效率啊然后那些发电的那些量是可以达到的 你们没有把它列为是主要的这个这个能源 现在这个技术要用在现在被定位在mobile就是那个汽车上面 你要放在那个发电厂哦这个成本太高 就是你要用来发电那美度电的成本太高就不划算 所以还是定在那个汽车用上面 对啊那我们汽车现在也没有在用啊 因为就是没有除心筒 对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没有办法跑400公里 所以这个车没有人要买 就是你跑跑只能跑100公里 那又要去灌清 所以现在欧洲的车大部分是bus 就是那个它可以有很大的除心筒 对很大的空间 所以在汉堡在德国在西班牙很多那个氢能bus是有的 但是轻人的小汽车是没有的现在 OKOK好 这个轻人的部分提起来还不成熟 还没有办法去商业化 没有办法去商转 应该是这样讲的 小汽车部分啊 那个大bus现在是有可能 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小线 高雄市政府的bus都是用轻人啊 没有吧 没有吗 应该是那个生殖柴油 它有加生殖柴油 不是生殖柴油 它有进口轻人公车吗 南部啊有一个工厂就是在研发这个部分的一个环保公司 我听说高雄市政府的公车有在用它们的系统呢 那要了解一下 这个 了解一下 对要了解一下 你们在研发这个部分还没有研发到可以应用在 或者是扩大应用广大应用 轻人公车的部分哦 公车本身技术是已经成熟的 因为现在在很多路线全球很多路线在跑 那现在是嘉青站 嘉青站 对嘉青站 你要那个MARS要够大 那个站才有价值嘛 OK 好 对所以 这个 那个主委啊 那个 市长可以休息哦 最近啊大家纷纷扰扰都在谈何事要不要续建不续建的事哈 那我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有一个所谓的静 静燃 静燃不是燃煤的哈 静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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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煤吗 不是它是探捕捉吧 应该是 探捕捉 对 因为最近我们一直在谈何事 如果不让它伤转 你是 什么 很 你 哎 呀 告 告